它是神话版本 最失败的装备 没有人使用 没有人讨论 甚至没有人知道 它就是秘银黎明 为战士们准备的解控选项 在前几个版本 秘银黎明的登场率为0.1% 已经是所有装备的地花版了 而在英雄机体增强耐久后 这件装备的登场率连0.1%都补到 无限接近于0 直接就是查无此人 在上线之初 秘银黎明提供35攻击力 200血量 35抹抗 以及移除控制 提供韧性和减速抗性的主动 总价值3000金币 可那些天赋再加一双水晶鞋 让战士们在面对多控制阵容时 也能游刃有余 3000的经济换这点属性 实在是不知道 设计师在11.3和12.15版本 提高了秘银黎明的各种属性 结果就是全球登场率不到0.1% 现在的版本 战士和坦克对控制的容错率非常高 获取任性的途径也非常多 就比如道乱斗中横行的玩玩 先出个日盐 神话被动 形容任性 天赋再点一个任性加坚决 再来一双水晶鞋 再加个钢铁合计 这种情况下 你说秘银黎明有什么用 浪费我3000经济是吧 如果是坦克的话 谁能把控制用你身上干 这么垃圾的装备 设计师也只加强过两次 在即将到来的季前赛 官方不但改动了非常多的装备 还让时光帐 青龙刀回归 甚 甚至连军团盾都降价200 转过头来再看看秘银黎明 那是一动没动 等那天照常给纵观整个联盟 一共有26位英雄 不受法力值的限制 他们有的需要消耗血量 有的需要怒气 还有五位独特的能量条英雄 分别是四位忍者和发誓不再使用魔法的盲僧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小技能cd普遍偏短 当然除了烟雾弹这种关键性技能 较短的cd让能量英雄可以频繁释放技能 所以就需要一个限制 也就是能量条 尤其是盲僧和解 他俩的能量肯定是够一 一条技能的 但如果你总空技能或者随意乱放 就经常会出现能量不够的情况 而至于阿哈利那可以说是完全不够用 多段技能组成了爆发伤害 去的超转cd和大量消耗 让他既有伤害也不过于离谱 而是有着最高的400能量条 是其他英雄的两倍 技能消耗也是两倍增长 除了qcd都比较长 我的建议是把w改成手游一样 可以直接对友军释放 最后的凯南 在以上几位之中 应该是最不缺能量的 但也不是无小哈 不能随便乱甩技能 背景故事上 能量英雄都出身于爱欧尼亚 要是拳道还想做此类英雄 必须也得符合背景 而且能量本身极致就非常复杂 难设计 难平衡 也会让玩家们上下线变得差距很大 会玩的很利 就是飞雷神 不会玩的就是走地机 结合有可能就是最我堂堂三个 会一点花式射击 没问题吧 阿克上稻草人出现离谱联动bug 永久处于E制空状态 有一所一 这样的bug能被发现也是离谱 阿克上击杀稻草人的瞬间被q恐惧 那么就可以在被控状态使用E技能 此时bug就已经触发 阿克上进入原地E技能状态 且敌王英雄靠近还会自动射击 当然这招对野怪也有效果 甚至可以用来打小龙 比这更离谱的来了 如果在bug状态下 阿克上移动就会恢复正常 但如果你就引然等召唤师技能对敌方英雄释放 那么阿克上就会以bug状态进行移动 如果周围没有目标 那他就是走路状态 如果周围有可设计单位 直接上才1 剧魔的W只能提高自己的属性 但在当前版本不知道为啥 拳头程序阿给剧魔加了一个代码 冰封领域现在可以瞄准提防英雄 所以现在剧魔的W可以打破轮子妈的E梦魇的W 很可惜 剧魔的W只能打破以上两位英雄的互论 骂着侥幸逃过一劫拳头程序阿你在家 没有控制的英雄 带余阵会换成不灭 没蓝没能量的英雄 带汽停神弦会换成凯旋 那什么英雄带饼干会被换成未来市场呢 咋 所有英雄 在做完 全都进行了不停机更新 除了紧急剧弱星球米利欧之外 还修复了两个bug 一就是米利欧在某些场景被击杀时会引发客户端崩溃 二就是修复了饼干bug 它是怎么修的呢 很简单 你带了就给你换成未来市场 当游戏内没有饼干 那不就没有bug了吗 有道理 应该有很多玩家都不知道饼干bug是怎么回事 但总有人在对局中发现过蓝量过腕 法强过浅 一亿锁头秒人的锐子 饼干bug的使用方法来源于一位外网博主 并且被疯狂传播 具体操作被分成三部 首先在饼干刷新之前购买任意一件装备 然后在饼干刷新后撤销这件装备的购买 最后出售饼干再撤回 这时饼干就会变成灰色 而现在bug就已经生成了 只要出售饼干就可以获得40点最大法力值 撤销也不会扣除 这时候就可以反复出售撤销 从而无限承转蓝量 什么机器人卡萨丁直接起飞 而和蓝量息息相关的瑞兹 他在使用这个bug时 一旦突破了20万蓝量的预值 就开始自己左脚踩右脚原地起飞 不用出售撤销饼干 他自己就可以疯狂承转蓝量 所以官方紧急修复了这个bug 神话商店中的至真小育人价格更正 哎不对 这是商城bug 对于饼干bug 官方在解 解决之前 当然就要进 问 开大后的奥拉夫 打这个爆炸果实是否会被击飞 众所周知 奥拉夫的诸神黄昏可以免疫一切控制技能 包括爆炸果实 但是在火龙地形下 奥拉夫只能免疫小部分爆炸果实 大部分还是会把它炸飞 但是这想办了 感觉对玩家的影响不大 碰到的几率也比较小 而在13.7版本 设计师以大乱斗中过于强势为由 对三位英雄进行了针对性削弱 减少了3N被动形态的生命偷取 提高小法异技能的冷却时间 以及降低死哥被动的持续时长 前两个还好 但是死哥的被动削弱就产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放哑炮 在正常模式下 死哥在进入被动状态时 大招会有一个毒条 在毒条结束前都可以使用大招 但在大论斗中 被动的时间减少了 大招的毒条却没有减少 所以就会导致死哥在大论中的哑炮 不过在昨天的不停机攻心中 官方紧急修复了这项bug 也就是说在大论斗中 体验死哥空大的机会已经无了 同时在13.7版本中 修复了一个吸血鬼bug 该bug会导致吸血鬼放Q时 如果目标死亡 QG呢不会释放 但仍会进入CD 在经过多次测试后 我发现 bug并没有被 修复 剩下还有模型翻墙 维克兹眨眼 饼干减蓝 尤其是饼干这个 我看设计师是不打算修复了 反正也不会有人 巴德W的bug的确是修复了 但修 他不修全了 在当前版本被巴德大招击中的小龙 依旧可以移动 很奇怪的是 峡谷里的其他生物 无论是峡谷先锋还是各种野怪 都无法在今生的状态下移动 难道这就是金龙的力量 在好几个版本之前 蚂蚱的E存在着一个bug 如果在抬手的瞬间 小兵死亡 那么E技能就会对小兵的尸体释放 且不会传染至周围的目标 在13.9版本 设计师修复了这个bug 如果抬手时目标死亡 那么幻象会立刻转移至最近的目标身上 但你猜怎么着 在刚刚更新的13.18版本 蚂蚱的bug 又回来了 皇子的大招 在以前只能挤开附近的单位 但版本更新后 也不知道是bug 还是设计师新给家的机制 皇子大招的地形居然带有鸡飞效果 压锁可以接大招 剑机可以用W挡 蒙多可以用被动挡 甚至还能打出卡莎的滇江效果 都什么年代了 还在用传统甲回城 要用就用 以甲乱真的视觉魔法 外网骚套录制 虚空回城 其原理非常简单 只需要塞纳在机器人快要回城时 在草丛开翼就可以让布里茨消失在敌方视野 然后完成出其不意的一钩 不过话又说回来 有什么组合会打不过机器人家塞纳的双辅助组合呢 其实塞纳隐身这人 在前两年就出现过 当时他和塔姆的组合直接把联盟变成了恐怖游戏 塞纳开翼 哈姆再把他吃进去 此时黑屋范围内的所有友军在地方视野中将全部不可见 诸打一个出其不意 以上套路原理 全部基于塞纳E技能的视野bug 当塞纳不可见时 黑屋内的其他单位也会变为不可见 而两年前就被发现的bug 至今仍然 联盟机制 数不胜说 其中比无敌更无敌的就是不可选取 可以让英雄在短时间内无法选取 但引燃面具等持续伤害技能 以及催眠气泡 顺遇影察阵等延迟效果技能 并不会因为无法选取而失效 开腕的W也不会被断 而目前联盟一共有22位英雄 拥有不可选取技能 常规的有青岗氧大招 小于人的E 侠的大招 吸血鬼的W 伊弗林的大招 回格的被动等 复杂一点的有波比的大招 被垂飞的敌人会进入不可选取状态 哥们的W 免疫圈外的技能 但值得注意的是 塞纳E技能 属于联盟一种独特的伪装抵制 并不是不可被选取的技能 还有埃加特的大招 塔姆的吃 都是让目标成为不可选取的单位 而一些英雄的召唤单位 也自带正向机制 比如处于非活跃状态的助灵 隐身的惊吓魔盒 皇子的德邦军情